昨天我在立法院我看到了審計部的最新一個報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新聞 審計部就指出過去兩年疫情期間 直指五大缺失 大家可以去查 其中就有講到 民進黨政府你就是護航高的 他沒有直接講 但是他就講 當時高端多次延遲交貨 超過30天 但你衛福部不罰違約金 請問這不是護航 什麼才是護航 當時聯亞還沒有取得專案製造許可 衛福袖先給了7.5億 然後衛福到現在沒有進行後續的追償動作 這就是護航 其實我在前天總質詢的時候 我也對高端這整個給EUA 然後相關股價波動 外界各種質疑 我來問蘇貞昌苑 我說為什麼行政員要去護航高端 他們不承認 但是外界看得很清楚 我想就是很重要的 民眾就是對這當中很多的疑慮不滿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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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